大家好 昨天上医院检查去了 不少朋友挺关心我的 告诉我一些事 让我检查什么项目啥的 谢谢大家 我这个检查结果主要出来了 我就娶回来了 我发一下大家看看 然后没啥大事 这个核磁公众检查没什么大事 然后我看还有朋友留言 说让我做一下那什么同性半光胺酸 检查 检查一下血液 那个我看哪天我去医院再去查一下 我去这个医院425医院呢 是挺近点 比这挺近点 我也是解放军医院 但是人确实是多了 有过很多朋友告诉我上301医院 上301医院就是有点远 还有我这个人嘛 就觉得在哪看都一样 大夫嘛 他肯定都是 都是尽职尽责的 有些大医院呢 就像还有朋友说 我为啥不在北京看 再去北京看嘛 排不上号 我还得找人 托朋友啥 挺麻烦的 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这也不是什么大病 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了 可能有一些 就是常见的这些 老原性的病啊 一点点找上来了 往来在哪个医院看都差不多 也就不去麻烦人了 我这拖拖拖到现在 这也是大家们都是一再督促我 后来昨天我就去了 昨天吧 取出结果太晚了 六点多了 快七点了 后来医生都下班了 我今天呢 一会我还去去找医生再看看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忙了 因为在那看病的时候 我就去看的时候 前后我夹一块 我觉得也就是两三分钟吧 就说完了 他就告诉我 去那个拍个片子 坐在核磁公镇 查查看看 但是他说有一句话 我第一次听说过 他说什么 他问我头麻的部位在哪 我说就是在这右半脑子 他说啊是头发生长头发的部位 很大 百分之 百分之七八十吧 应该是颈椎问题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完了医院人也多 这个医生啊 可能医生 我觉得这个医生啊 还有一些检查科目的 都可能也是跟这个三亚天气热有关 都挺急躁的 这个医生也是 在我前边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男一个女 领的一个老老头看病 完了到他呢也是说话 也就是三两分钟就完事 就告诉他说 这个老头脑子里长个东西 是在转移的 完了这一家人就想再问 医生就 怎么说就很不耐烦呢 也好 还是说是 确实是累了 你想想也确实也能理解 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到那十二点多 他说就他自己也没下班了 前前后后 你就算五分钟一个人 这四个小时得多少个病人 确实医生也累 这也理解 所以就从昨天看这个情况 我就看这个老人和这个一对儿女也好 也是很无助的 不知道咋个事 想再问问医生说 我跟你说的听不明白吗 再到那个 再到那个 那叫什么科来的 再去查一下 你头里长个东西 再转移的 就这么话 我觉得这话就是一般也是听了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后来那个 这个这两个人 这一家人就走了 就从这一点上讲啊 我就想 我觉得咱们这些网友啊 真是都有知识性很高的 你看就像我有什么毛病啥 这些网友给出挺多建议 都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积累一些医学常识吧 就是起码对自己的身体呢 有个初步的了解 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大致能给自己做一下分析 怎么去看去 提前做一下 还有网上有一些大夫开的专栏呢 你经常看一看 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医院呢 这病患人员也太多 所以医生也忙不过来 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的回答和他们的做法 确实不能让我们满意 但是又没办法 眼前就是这样 医生护士呢 可能是他们工作也确实挺辛苦 我们也理解他 咱们也理解他 但是有些时候 还是靠 要靠自己吧 靠自己多积累一些医学常识 这是我要说的 这是这一个啊 我还有一个那是 就是猴哥干活的事 猴哥这个电话号码 我今天我想了 我想要猴哥在拍的时候 经常扫一下他车上那个电话号码 让大伙看看啊 刚才有一个网友就是那个 我们以前有过私信联系 这网友给我发了那个微信 微信联系 给我发了好几条 他说赶紧回复一下 那个有网友找夫哥干活 找着你们联系方式 我刚才我着急猴哥 赶紧回复了一下 后来我一翻死蟹 死蟹里 这网友留了好几条了 真是抱歉啊 我这也是一天 我也不知道干啥 这一天 我自己一个人 还一天重找忙到晚 昨晚回来算睡得早 睡得挺好 九点来钟我就睡着了 睡着睡到今儿早上 昨天一天没喝咖啡 再一天上医院跑 叮叮叮跑累了 我还不上 不光上医院的 还去另外两个地方 手机号码那个名字不对 我又去那个上那个移动公司 去改这个名字 还好 给改过来了 拿身份证就给改过来了 那个当初办电话卡的时候 也不怎么给整混了 把猴哥名字给我了 我的名字那是 我的手机那是猴哥名字 所以现在我一半到银行办事呢 银行说这个手机卡不是你的 不行 完了没着 我这又是上移动 移动这个排队排号等 等两个都要使 才办完这个手机卡 挺好 我说移动这个小姑娘也不错 办完之后她还告诉我 她 我都走出门口了 她就帮我喊过来 她说我阿姨 又给你打个收据吧 你要不打收据的话 到时候这个 如果信息没传过去 银行那边 她说你这个不对 你可以拿这个收据当做证明 我说这挺好 挺好这小姑娘 我还记得那个中国移动大厅 三亚那个解放录营也听听 5901啊 这小姑娘真不错 真不错 后来我拿这个手据到银行 然后给她一看办了 所以昨天一天特别匆忙 我就从这个事我讲 不少网友啊 都是那个多伦多那边 想找猴哥干活 我联系不上 有时候给我发私信呢 我也是忙不得道 有时候两三天看一会 有时候当天看了 有时候就拖的时间长了 真挺对不起大家的啊 这回我就想提醒猴哥一下 让他给那边 把这个经常满这个车门上 那个电话号码扫一下 大家看到以后就 直接就给猴哥打电话了 那个白天打吧 他可能听不着干活巨响 就最好是晚上7点到9点之间 这个时间打他还没睡觉 听到 我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一翻私信 还有个朋友都问我 衣服多少钱买 问你几遍了不回答 我不知道你说的我是哪个医生 我后来我猜想可能是那个 就是这个 就是上回 上回那个有朋友问我 个淘宝上买的 45块钱 我有一个朋友问我 回答回答好几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可能给忽略了 对不起了啊 45块钱买的 这淘宝上 完了他问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后来我想 我说那什么嘛 我这回我想个办法 我在买 淘宝上买啥东西 买的衣服也好 还是用的啥东西也好 我看看我能不能挂到那个橱窗上 就搁橱窗里的 大伙一看 上那里找找看看就行了啊 完了我还要挂橱窗 你们在那里买我还能挣几块钱 省得我回答不及十万 朋友们 就是挺对不起大家的啊 我想可能是这件啊 你没说是哪件衣服 就是前段时间有 差不多有十几个朋友问我吧 说就是我穿的这个衣裳 这个衣裳45块钱买的啊 我觉得我之前问我那边 我个私信里我都回答了 可能这位朋友就给忽略了 挺对不起 真对不起啊 完了我就想了 今天我就想了 我说这你说我这医生 回答的不及时 你说这觉得挺抱歉的 我就莫不如我再买啥东西 然后我就把它 我觉得好得我挂啊 觉得不好我就不挂了 你就像我买东西好几样 像我买的电运斗 就不这么好使 那个之前买的 我就好奇了 我觉得这买网红运斗 就像一个大头似的 这么来回拉的 还是传统的那种好使 那面积也大 功力也大 我觉得哎 那我现在就是说的这几个事 完了我着急忙慌的 我一会我还上医院去 哎 行完了大家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还是得留言留言 还得留言 就回答不及时 我也希望朋友们留言啊 哎 好谢谢大家 谢谢了